考虑过吗 这个新自由主义呢 一般理解为 主要是经济方面的 经济的治理 那么这个新道德 或新道德主义呢 你可以说是 社会日常生活的 或者是文化文明的 那其实我们这个会议呢 也就是要在探讨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对于这个主题的探讨之前 并不是没有类似的探讨 好比说这个探讨工人运动 与同性恋运动之间的关系 或者是左派跟这个 性小众的运动 性小众的思想 其实都是沿着 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轨迹 或者是现在很多人讲的 这个重分配与认可 recognition和 re-distribution和recognition 而在这方面 我们来自美国的两位朋友 这个Lisa Dugan跟 那个Ember Hallibot 他们其实呢 以他们各自的方式 做过很多 所以我们大概环绕的是 这么一个经济面向的 人类生活经济面向的 跟人类的这个 你可以说是伦理生活的 社会生活的 这个面向之间的关系 那如果大家听过这个 早上Lisa的演讲 那么还要等待 留静 你们就会发现 其实我们各自用新道德 或新道德主义啊 是不太相同的方式 那么但是也有 我相信也有些共通点 就是把这个新道德 或新道德主义呢 看成新自由主义的 某一种文化的侧义 某一种文化的效应 像他们在谈这个 贪婪的道德 这样的一种新道德 或者是表现在这个 早上她提这个 Lisa提到的Rain的 这样的一个思想里面 那我文章呢 是两个部分 那大家会发现呢 这两个部分 我其实也并没有很好的 能够到最终 能够把它们完全 整合拉在一块 因为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也还在思考 我也还在继续想 那新自由主义这个部分呢 其实Lisa早上 阐释了很多了 我的时间 我不想讲太长 虽然我的两个部分都写了 但是我想 我新自由主义的部分 我讲少一点 但是我必须强调 我讲的呢 是我对新自由主义的 这个角度 我会更偏重国家 这个层次 因为 比如说吧 新自由主义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前提 或者想象 就是市场 或者资本主义 或者资本这些东西 基本上好像它有 它是自发的 自生的 然后呢 这个资本主义 有一种内在的动力 就是它就会 自动的产生 很多很多东西 其实这个在 马克思主义里面 讲的也很清楚 是吧 这个下层建筑 是经济生产模式 然后就资本主义 生产模式呢 它会 发展出 与其相适应的 上层建筑 就是国家 文化 所以某种程度上 国家变成一种 派生的衍生的东西 那我的看法是不然 我强调国家的重要性 或者是权力的重要性 没有这个权力 或者是国家为 或者政府 去设立一些 基本的这种市场的条件 限制市场的种种 我们也看不到 那个市场的自发 自主的秩序的产生 好 我希望我讲的 大概希望每个人 都听得懂 所以因为我知道 我们可能 听众来是四年八方 不过 好 这个 我先 我把我论文的第一段念一下 因为这就是 有点像这个文章的摘要 这个新自由主义 在我这篇文章里面 当过这两三百年 是由西方民族国家 所主导的资本主义 全球化的最晚近阶段的方案 最晚近阶段的方案 它之前还有不同的阶段 那它之前曾经 西方国家也实施过 或者能在有的时候 能在实施 这样禁运 政治上的围堵 贸易上的关税 壁垒等等 其实在我看来都是属于 同类的扩张的支配逻辑 这个逻辑的效果 不只只在经济面向 而且是在政治文化 法律 农业 技术 生态等等方面 所以整个新自由主义 可以说 其实是西方文明的 更全面的 全球现代化 那 它的企图 或者它的前提 也许是所谓的历史的终结 这个历史的终结 可以理解为就是 我们已经看到了 人类的 这个进化的 一个某一个终点 什么是我们人类的 这个理想的 那个最终 我们已经知道 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制度 都已经知道了 这个 我在下面有讲到说 这个 新自由主义里面 蕴含的一个东西 就是所谓的 普世的进步主义 就是进步这个东西 它不是相对于 特定历史社会的 一种倡议的进步与否 它不是在具体脉络中 被评价 所以 像性别平等 动物保护 宪政民主 同性婚姻 环境保护 人都保护 所有这些普世价值呢 其实就是 西方现在所接触的 人类影响 它是 本身内在的 它就成立的 不需要 说放在任何的 外在环境里面 说 还指引它的存在 所以它在任何时空都适用 好 所以这个呢 就是一个历史的终结 但是呢 文明 这个 这个 新自由主义 也许 它气度是这样的 可是它首先呢 却引发了文明的冲突 那么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也许在第三世界 很多社会里面的 这个精英 或者西化的精英 它普遍都是接受了 现代的价值 但是呢 每个社会有它各自的文化传统 对不对 有它各自的 那个文明宗教文等 那么这些在遭遇到 从西方 新自由主义夹带而来的 种种的文化预设 文明传统预设 就是西方文明传统预设 就引起了一个冲突 但是这个冲突 文明冲突 其实我觉得也还是表面的 事实上是因为 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今天的全球现代化下 新自由主义的 这种全球现代性 其实产生了一种 同质性的效果 当然这个同质性的效果 背后是商品交换的逻辑 是一切都可以化约为 同质性的 某一种交换的价值 所以这个产平的 世界的力量 它其实在我看来 就是朝向一种 单一文明的现代性 那这样的一种 单一的文明的现代性 主要是西方个人自由主义 的现代性 那么我没有办法 在这里讲得全面 但是同时呢 也有出现了所谓的 多样现代性的讲法 这个讲法其实有很多的缺点 不过呢 我觉得它是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 虽然不充分 但是呢 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 不可或缺的视野 因为它也可以变成一种 对于现在的国际 政治经济文化 不平等的秩序的抵抗 它指向一些 非西方模式的 经济政治文化的可能 由此开展了 多种文明现代性的一个 竞逐 那这个观念啊 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讲文明现代性的竞逐呢 因为 这个每一种文明现代性 它之间的 忽然有军事的 政治的经济的 这个竞争 而且我们要先搞清楚一点 文明其实 长久以来都是互动的 都是互动的 你没有一种 可以孤立被讲出来的一种 单一的文明的本质 所以某种程度上 讲多样现代性 有点固定化 还有本质 但是在一个竞逐的 当代世界 一个竞逐的趋势里面 文明 现代性是可以利益 与他的文明现代性不同的 这就是竞逐的观念 而这一个呢 会是 这个主要的 就表现在文化文明方面的竞逐呢 它也不是没有 政治经济方面 各方面的效果 我去个简单的理解 问题就要讲 太抽象了 好莱坞的大片 它在全球都是大片 但你中国拍个大片 是不是像好莱坞大片一样 这就不是 所以你就刻意看清楚 这里面有一个文明竞逐的问题在 这倒不是说 中国的拍出的大片 真的跟搞莱坞的动作什么 不一样 这问题就在这里 好吧 在里面 在很多方面 文化表现上 那这个问题 文艺我在别的地方有写过 所以我不多讲 但是 我是基本上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 新自由主义的 还有新道德主义 未来发展的问题 虽然我今天不一定能够开展 那么这个 新自由主义 因此它是在价值和文化方面 产生了一个 一些政治效果的方式 我把它称为新道德主义 那我刚刚讲 它的起初的环节 就是我前面讲的这种 普世进步主义 但是呢 这一个道德进步主义 在争取成为主流的实践上的时候呢 它吸大了很多道德保守派的面向 那么这个道德保守派呢 它也因为这样子 它为了跟这个道德主流的 这个进步主义竞争 所以它也吸大了很多 进步主义的修辞 也同样这样可以占据一个主流的空间 因此呢 这个道德进步主义 跟道德保守主义两者 就产生了一种共治 或者是轮流作庄的一种情形 我就把这个情形 敲我新道德主义 所以我的新道德主义是指的 进步跟保守 同时占据一个主流空间的状态下 虽然我主要的描述是台湾 但是我希望这个也对其他的地方 有所显示 我讲了多久 我想知道一下 刚才说我时间 我讲了多久了 好 那我 可以讲快点 这个 这个 新自由主义 其实在西方开始变成一个流行的话语的时候 知分子的一个话语的时候 其实很多地方的人 很多地方知分子 并没有感觉到 这个新自由主义 其实他新自由主义的那个 对于每个地区的效果 是 不是同步 因为我们这世界就是一个不平衡的发展 是吧 不平衡的发展 当然他的新自由主义的发展 也是不平衡的 那所以 那你看在台湾 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状况 就是这个 我们在台湾 其实是非常热烈拥抱 与西方自由贸易 就是很多人希望这个 就是很欢迎新自由主义 但是呢 我们也会有人以反新自由主义文明 来反对跟中国的广泛贸易 所以从这点来看 所谓新自由主义或者反新自由主义 我认为都不应该在全球都有同样的意义或者强调的重点 其实都应该会有所不同 那就不同来讲 边缘国家跟核心国家是不同的 边缘国家和核心国家就是有一种理论叫世界体系 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一个智商 所以很早就形成了一个体系 中间的核心国家是现在的一些工业先进国 那么其他他还有一个在中间跟边缘之间的半边缘国家 还有边缘国家这样子 那么这个边缘国家来讲 他们从他们来讲 新自由主义其实是核心国家 进一步去国界去主权去传统去民族的一个运动 所以在我看来到目前为止 主权国家他一方面 我来强调这个 他一方面是推动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的作用者 我们每个国家里面的新自由主义 其实都是主权国家在推动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也是唯一能够有限防御核心主权国家的有利的作用者 他也有一种抵抗性能力 他也是唯一在那里反观的 所以我们的反新自由主义 如果是没有国家的反新自由主义 那就和没有国家的新自由主义 其实是互相呼应的 因为新自由主义一个核心也是 就是去主权去国家 对吧 这个 好 那在知识方面呢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新自由主义流行以后 所以你看到台湾很多人 也开始写新自由主义等等 那么对我来讲 就这种赶时髦的情况 其实也只是加入了把世界产得更平一点的知识 推土机的大军 所以呢 这个现在的世界还不是那么平的 但是呢 我们如果我们对知识生产上 我们不去注意这个问题 我们只是接收 正在流行的这样的一种新自由主义的知识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正是加入了这样的一种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状况 好 我下面呢就要开始讲 新道德主义 这个我把它当作 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文化后果 那我的切入点呢 是台湾的这个同性婚姻运动 它在2013年的时候 它很意外的遭遇到来自基督教社群的一个很激昂的挑战 为什么说意外呢 因为在这个之前 同性的运动在台湾 基本上感受到是文化文明的宽容 台湾是台湾这个亚洲最友善的同性恋社会 而且我们的媒体 我们的政客 我们的教育界 都持同性恋友善态度 或者都不敢不持同性恋友善态度 而且到今天为止 我觉得还是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我觉得也很简单 因为同性恋在台湾 已经变成一种政治政权 它代表了全球进步文明的 开化的一种普世价值 但是这个大游行 这个大游行带来了很多 第一个人数很可观 第二有很多年轻人 所以这就表示说沉默的大众 其实是对于同性恋 还是隐藏了一种非我族类的心理 所以它口头上是尊重的 但是它不是从发自内心的尊敬 或者认可 所以这也表示了 这个政客们可能会对同性婚姻的通过 保持一种三四派立 现在这个同性恋跟基督徒的斗争 交锋还在持续 当然你可以说这个是没有什么稀奇的 在法国我们看到同样的情形 但是台湾这个状况 也跟台湾过去是有关系的 台湾的社会一向都是保守派 当道德方面 跟其他社会是没有不同的 在1990年代 解岩 这是刚好解岩 这个时候呢 比较出现的是一个激进派 激进主民 在各方面的政治的 文化的 社会的都有 但是这个时候道德方面 还是主流 还是保守派 但是呢 随着这个老的国民党的瓦解 新的民进党 反对党的抬头 甚至夺权 那么慢慢的这一个 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 为了能够 既然他要有了权力进 而且他要进在一个主流的空间 他为了争取跟主流的认同 所以他慢慢的从激进主民里面 分化出一种进步主义 他情感还是非常激进的 其实 但是呢 他就要走向一种 所谓我讲的改革主义 改良主义 这个不约而同的 在整个西方 也有同样的类似的位置 一般人叫做什么 中间偏左 这个 所以整个进步主义 对应的是 他 他已经分享了主流的权力位置 或者他等着要分享 主流的权力位置 那么当然这个基因主义 在这个时候呢 就被处于边缘了 或者被排斥 那么在这个情况 当然基金主义会批判 所谓的这个进步主义 那这个情况呢 在台湾的性别运动 是很明显的 所以你看到台湾的性别运动 有这种什么酷儿啊 性解放啊 什么的这一类的 那么他主要的是批判这个 性别运动的一种主流化 那也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所以这个主流运动呢 他也在同时呢 他也没有办法放弃边缘话语 必须容忍非主流的声音 和油线的划清界限 好比说这个主流运动 现在提出了同性婚姻以后呢 还有伴侣制度 他也不得不提出了多元成家 这个多元成家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是给 给这些比较激进的这种 酷儿派 以求命命故到 但是他也很坚定的声明说 这个是不等于性解放的 好 但是另外一方面 这个基金主义 他当然也可以可能会变成一种 我比你更进步的这种 超级进步主义 然后被这个 只是被进步主义拿来攻击保守派 然后来获得更多的权力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他也变成了一种可能不自主 就是基金主义可能变成不自主的 变成一种多元的帮衬的角色 就是告诉大家 你看我们的社会非常多元 你看我们也有基金主义在这里 酷儿在这里 他的角色变成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换句话说 他变成了一个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就是告诉大家 台湾是一个多元社会 这样的一个更巩固主流治理空间的东西 这是我们现在目前 酷儿运动 性解放运动的一个大问题 必须要反省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个基金主义话说回来 在整个第三世界是非常普遍的 因为它可以溯源到 是在西方侵略下 急切要彻底改造自身 来追赶现代化的一种情感态度 特别是在这种压迫性的专制政权 和不公平的社会下 更容易衍生这样的激进主义 所以在我们这种社会里面 讲保守 基本上就是等于反现代进步的一个污名 也就导致了保守派的 大部分所谓的沉默大众 他的阶级 他的教育或者知识程度来讲 可能就是更一般的年纪也是比较大一点的 他缺乏思想知识 那其实这个局势 他也会影响到进步主义的发展 那么台湾的进步主义之所以会趋向保守 他不是因为他跟激进主义有边论 而是因为他 不是因为他跟保守有边论 而趋向保守 而是他为了讨好更多的中间的 不顽固的保守派 这个台湾的这个进步主义的壮大 我认为也是受到了国际进步主义潮流的影响 这我的意思是这样 其实这也有点争议性 就是这个道德进步主义背后 其实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思想 它在很多的西方社会和亲西方社会的文化战争里面 越来越进取 我认为这里面有一个结构性的原因 我认为是这样 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 道德保守主义形成的国际政治和军事的鹰派 它帮助美国赢得了冷战 但是冷战现在结束了 有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 我认为走向道德进步主义呢 才是大势所趋 虽然在美国的国内 你看到的还是道德保守主义 比较 比较营获道德进步主义 在堕胎的议题等等 那为什么我认为在国际方面 道德进步主义会是大势所趋呢 是因为 全球化才一方面激化了 穆斯林世界的道德保守主义 还有很多地区的本土主义 这个时候呢西方的这个本身的道德保守主义 就是预设了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传统 它就没有什么正面的现实作用 因为第一 你没有办法向非基督教社会推销西方的道德保守主义 第二 这个道德保守主义反而容易被西方国内的极右派 魔用作来激进的反移民运动 而造成西方社会内部的分裂问题 所以道德进步主义所接触的 这个普世人权多元文化主义 才被视为合乎新自由主义主流的需要 也因此形成了新的文明开化 那例如经常在西方媒体中建构简化的图像 一方面是先进地区的同性婚姻潮流 另外一方面呢 是落后地区的这个同性面非法化 那么台湾的这个道德进步主义也受到这样的国际大潮流的影响 给力而逐渐的能跟台湾的道德保守派呢 分庭抗礼 好 当然除了这个外部以外 台湾社会本身内部非常可求 国际的认可 希望能够融入国际社会 加入国际给定的各种文明秩序 这样的一个强烈需要呢 也使在台湾呢 这个道德进步主义呢是抬头的 那我刚刚讲了 道德进步主义在取得主流地位的时候 他不得不吸纳了部分的道德保守 所以当道德进步主义向中间靠拢成为主流的时候 这也迫使了一些比较有弹性的道德保守派 他也同样在迎娶主流空间的时候 不得不部分的采用了进步主义的策略和话语 所以在台湾最能够代表后者的 就是一些妇女儿童保护的非政府组织 他们很灵活地挪用了道德进步主义的修辞和策略 在短短的时间内也进入了一种主流的体制 我这所谓进入主流体制呢 其实就是说 它是跟开始呢 这个跟国家 就是外包国家的一些业务 国家把他的一部分权力呢 释放出来交给这些不同的NGO 这些不同的NGO呢 参与了立法 实际上在校园 在各个领域里面呢 都有一种治理 那这个治理当然不是说只有台湾 在美国也有所谓的 同样的女性主义的治理也是很普遍的 好 但是呢 这个少数的比较有弹性的道德保守派 他又把另外一批 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派 道德群众留在后方 他们没有办法那么灵活地进入这样的一个主流的话语空间 他们没有办法与其激进跟上形式 于是呢 他们反而在这个情况下呢 被激化 被激进化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激进的保守派的心情 这就是我一开始讲的这一批 示威的这个保守群众 所以我们看到了在中间 就是台湾社会一方面有激进主义 但是另外一方面有激进的保守主义 然后在中间呢 是这个进步的保守河流的一种心道德主义 好 那么 然后他们所采取的汉务 为什么叫做 他们这两者就是这个道德进步与道德保守呢 他们都进入了一个治理的主流空间以后呢 逐渐出现了短兵相间 去和平共存的状态 于是他们就形成了一种教化 不管是进步的教化 或者是保守教化 同时并行的一种新的文明开化 那么 我之所以认为他们采取一种教化的模式 是因为他们已经都认为 自居于道德高地 已经是道德正确政治正确 为什么是道德正确正确呢 因为这些都是西方先进国家的认可 可以认的 西方先进国家都在实行这些东西 所以不管 各别的社会的现实是怎么构成的 阶级的差异 或者文化传统是什么 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个文明开化的 普世价值规范 从专家精英 强加到所有的大众 透过国家主流媒体机构的 由上而下的一种教化 要求现实来顺应服从 以现代文明道德的愿景来规范 现在和过去的现实 那么在这个教化过程里面 台湾的新道德主义就采取了各级的立法 包括国家的法律和行政法规 来惩罚违规者 不管你是性骚扰霸凌 虐待动物歧视等等 而且呢鼓吹只有法的惩罚呢 才能够直接标举散恶对错 才能有效的保护弱者 这其实是一种以管理代替说理的方式 那么其实同性婚姻的推动呢 也大致是同一个理路 我为什么说这个 我为什么要用这个 我为什么要用道德这个名词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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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语 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来的社会运动 其实也多多少少走向了一种 道德化的趋势 比如说我们强调 个人及政治 然后呢我们觉得好像要在环保 在动物保护 在什么性格平等方面 都要把这样的一种社会性的议题呢 变成一种个人道德的实践 于是他就有了这样的一种 道德化的趋势 好 那么 这个 总之 这个 现在这一种 在教化和透过法律法来 就是以管理代替说理的趋势里面 自动有个想法是这样子 比如说推动婚姻婚姻的人 他们认为 这个基督徒或保守派 你既然是永远没有办法去说服他们 那你只能用法律手段去惩罚或强迫 和管理他们 所以你只能够用 推动一种舆论或公关的舆论 来去争取一些中间派 那么你公关的手段呢 就是要美化同性恋的形象 呈现同性恋是道德等等符合主流的价值 符合主流价值的 然后创造出许多温情感人的故事 那么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说服方式 他往往所采用的也是一种非常启蒙的 非常粗浅的方式 就是ABC的这种最简单的方式 那么你可以想见 一方面基督徒 他们没有任何的思想深度 思想知识背景 那么他们只是挪用圣经的话语 他没有办法一种公共的语言 理性的辩论 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同性婚姻的推动者呢 也采取了这样的一种公关式的做法 所以两方面就是公关对公关 都采取一种反制主义的方式 而这样的交通下去 并没有对整个社会呢 有任何的教育意义 那么到最后呢 他变成了什么呢 他变成是这样子 就是立法 然后看谁赢 像你看这个基督徒 他在明报上他做的什么 他登了三大盘 他不是讲他的道理 他的道理只有几行 但是他登了很多很多名字 那什么意思 想过没有 就是我们你看 我们就是拳头 反过后来就是这样子 那拳头当然也是一种公关 那可是问题在这里 反过来讲 进步派 那你又做了什么不同了吗 你如果说我们就是投票公投 那跟这个三大盘 这个东西有什么差别 对吧 所以 那你说我用精英的立法有税 我不问投票 那你还是一种 就是怎么样去掌握这个主流的权利的方式 那么这跟基督徒 业有什么不一样 也没有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到最后我们要问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一个社会里面有一批人 甚至一大批人 他从内心里面不尊敬 同性 不承认同性念的这个任何道德性 那么你认为通过同性婚姻以后 会改变这个社会什么东西吗 我不认为 就好像当年的同性恋除罪化 很多人认为 哇 这个同性恋翻身了 但是其实也没有 是吧 所以 方式 这个你始终会有一批人 是被压迫气势的 一个要么就是同性恋 要么就是这种所谓的 激进的基督徒 而你没有看到这样的 你没有看到那种解决的方式 那 而现在问题就在于 这些保守派的基督徒 他们没有任何的 能够 就是 可以辩论的 这种思想 这又特别是因为 我们在 华人社会里面 保守主义又不是一个 真正 得过认可的思潮 因为我们华人社会 就是一个激进主义当道的 就是过去历史来看 是这么样一个社会 我们有这样一个历史原因 但是好在我们现在 其实还有激进派跟进步派 就是激进主义库尔派 跟进步派之间的这个辩论 那我认为如果这样的一个辩论 能够 更发扬光大的话 也可能还可以带动 一个整个社会 对于社会的一整个 一个教育的作用 好 那我就讲 很好 这个 Leo 讲到说 这个我讲NGO的一些 道德保守话 然后他说 我只取了那些 什么 保护团体 保护人们团体 对 你讲对你 夫妻那些 对不对 那其实 整个的 都可能 整个像台湾 整个的社运 都有可能 它 它是某一种保守化 或者说 你不太能用保守 这样的名词来形容 而是 它们 它们 整体所产生的效果 恰恰就是 被编入一个 现在 一个国际的 一个 好比说 美国重返亚太的 其实也就是 延续冷战的 这一种 亲美反华反共的 这样的一个秩序 所以这已经不是一个个别的运动的保守性的问题 而我们现在要问为什么是这样的问题 所以 亲自由主义 有很多意义 刚刚丽莎讲的 有一种 是上到下的 比较整体性的 那么还有一种 可能是这种 比较历史社会局部性质性的 那我为什么特别要偏重这个谴责呢 因为这叉叉是我们台湾的整个社会运动 社会运动知识话语里面所缺乏的 我们特别不愿意看到这一面 当然我也不是完全地接受这一个 讲才复杂的这样一个世界体系的话语 这是另外一回故事 但是呢 我们确实要回过头来看 因为即使今天台湾这些社会运动 他们已经不是identity part 他们已经是align了 只是问题是什么东西 把他们align在一起 而这个东西 能不能够有一个自我的反省 能够摆脱 这个西方现代的话语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那好 至于这个你讲的这个同分的问题 现在我们看到的问题是 当我们搞这种比较道德性的 然后到最后呢 这个就是说 如果我们接受现在这样一种 道德化的去向 那你会发现现在会有越来越多新的 比如说统治团体都出来 在台湾也是这样 那他们操作 他们更愿意走这个媒体公关的 越来越能够去吸引人家的眼球 他的手法也可能是比较激进的 或者是比较新奇的 但是呢 他们其实不一定有什么操根的联系 但是他们能够 就是好像是在推进一个同治的运动 就是他所讲的东西 都是非常正确道德正确的 但是长期下来 他是对于整个同治运动是不利的 因为他在操作这个时候 他其实又很多方面 又有这种保守性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 那些保守派里 基金保守派里面 基金保守派里面 在台湾领头的是统一教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最会超过这些东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样的一种 一种虚势 那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怎么办的问题 其实 其实让我觉得这样讲 是我们这种 三世界知识分子的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长期的虚语的问题 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我是觉得呢 我们要开始正视这个问题 不要在我们自己的社会和历史文化传统里面去谈 像我知道你有研究荣阳历史 这个宋以后就有明清 就有现代性 它早于西方的现代性 是吧 是这个现代性的这个知识传统 后来一面面了 那那个时候 它也有一些 在同性恋方面的一些 没有意思的话语 好比说我们为什么要叫男同性那样 我们不叫男色 但是这个所有这些知识的工作 我们还没有开始 那还没有开始 那我们必然陷入一个虚拟的状态 我们不知道要说什么 但是我知道原来的路是通的 原来知识的路是有问题的 那这个我们要开始重新学习 好